以後的那個對照表 這個像剛剛的升等這個範圍 其實除了用選的之外 我們還可以定義名稱 那定義名稱完之後的話的結果會在名稱管理員 這個好像我們之前有講過你可以用定義名稱的 那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呢 因為這個檔案的預設 裡面就有已經幫你定義好總共有五個名稱 包含升等 然後組別單位 對所以以後你可以配合F3 一樣可以找到那個範圍 其他要什麼烤瓶 烤瓶的話是ABCD 烤G是優甲乙丙 OK所以 假如我們要做後面的部分的話 像剛剛這一題的話 其實駐磚這個地方 微量按數 假如這個範圍 我們除了用選的之外 其實另外一個方法 你可以按F3 然後他跳出那個讓你選的名稱 其實就升等 所以你就選升等 按確定也可以 其實這個升等 定義名稱裡面呢 其實指的就是什麼 指的就是這個範圍 那你就不用再選了 他就用這個名稱 代替 OK 然後按確定 那我們就可以 去把這個地方查出 F3 按確定 好 那底下一樣填滿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 這個 考核指的是這三個成績 的平均 那問題三個成績 怎麼做出來 所以這個公式可能比較融長 第一個先查這個的成績 再加這個第二個成績 再加第三個成績 然後先刮虎除以3就好了 OK 怎麼樣 做出我們要的 所以第一個 我們一樣嘛 就是先 用什麼 查詢 所以插入函數裡面一樣用檢視與參照 然後查什麼呢 查這個 假 假是幾分 假是幾分 OK Table Array呢 我剛剛有提過 F3 那這個應該是烤雞啦 有沒有 應該是 優假矣 OK 按確定 也就是說呢 我這個假的成績 放到這個表裡面呢 幫我查查看有沒有假 如果有假的話 幫我把他的第2個資料帶過來 所以這邊第2個資料 就是 後面這個資料2嘛 然後呢 比對方要一模一樣 輸入零 然後就查回來了 85分 一個成績 可是問題來了 第2個成績我還是要做一遍 第3個成績我還要再做一遍 可是如果你不想要 每次 因為變成公司後面要加上 第2個成績是這個 再加上第3個成績 可是問題如果還在插入一個微軟 不是很冗長嗎 所以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是什麼 把這個公司怎麼樣 複製 貼到哪裡呢 貼到他後面 那其實只要改個地方就好了 對 把這個 F3 有沒有 改成G3就可以 因為意思是說 我把 這一個假帶過來 你幫我查查看他幾分 OK那再加 再把前面這邊複製貼過來 然後一樣嘛 把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H3 不過 第3個成績比較特殊 它是 ABCD 這種 那所以怎麼辦呢 他的那個表 有沒有 裡面有什麼 烤雞 另外有一個烤坪 所以其實你只要什麼 把這個 烤雞 這個字把它改成烤坪就可以了 有沒有他也會跳出來 烤坪 那就是第1個成績 查完85分 第2個成績 查完85分 第3個成績 查完也是85分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樣 把這3個成績先 加完 所以記得喔 外面請你包一個 等後面加個前刮鬍 尾巴加個後刮鬍 為什麼 因為要先加完之後 再除以3嘛 所以要加完123 除以3 那就平均了嘛 OK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OK 我們按 打個勾 這樣子 平均就出來了 等級有兩個 等級有兩個 所以你看喔 錯 他會說name有沒有 name意思說沒有這個名稱啦 考評等級等級 所以你看多了這個 所以他 看找不到那個名稱喔 定義名稱裡面沒有 所以他就出錯了 跟你講說 沒有那個名稱 所以我只要把 這個等級 這兩個 刪掉之後再輸入一次 有沒有85分 那其他就點兩下就好了 全部算完了 OK所以其實用這個方式 算成績也蠻快 像你們的成績 我也是先弄個 這個30 這個70% 所以你可以用公式喔 直接等於 你先等於什麼 等於這個的成績 乘上 0.3 加上 這個的成績 乘上 0.7 這樣OK了 然後打勾 就完成 然後向下填滿 就會算出那個比式成績 那合計的話呢 就是把這兩個成績 不是相加喔 當然看起來好像是合計是相加 不過他上面有60% 意思說這個乘上60% 這個乘上40% 才是合計 所以 等於 這個成績 乘上 0.6 加上 這個成績 乘上 0.4 OK打個勾 這樣就出來 向下填滿 OK 那誰的分數最高 名次 那名次怎麼排出來啊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算哪個成績最高 最高的放上面 最低的放下面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插入函數呢 利用 再來喔 不是檢視與參照 是在統計類 因為要統計哪一個 名次最高 那你就找 統計裡面喔 他那個 函數名稱叫 RANK RANK RANK.EQ OK RANK.EQ 這個函數 那他按確定之後 會跟你要三個 跟著你一下 應該是 他問你三個問題 那你分別給他 第一個 你的成績在哪裡 LUMBER 你的成績喔 你的 數字 那個數字成績在哪裡 就是他 你的分數在這裡 83.4 第二個問題呢 REF 其實英文的意思叫 REFERENCE 他那個要參考的那個範圍在哪裡 意思是說 全部人的成績在哪裡 意思就是說你把這個成績放在全部 所以喔 REF就是 把這個範圍整個選起來 一般是這樣 游標先放在M3 然後 向下整個選起來 你當然可以用滑鼠啦 不過我不建議 我建議你用快速鍵 Ctrl Shift 還記得嗎 Ctrl 先點M3 再按Ctrl Shift向下 這樣OK了 有沒有 當然如果你 不會這個快速鍵 你可以用滑鼠選啦 只是說用滑鼠選 很容易選過頭 很沒有效率 OK 那再來的話呢 範圍給他了 那我們按打勾就可以按確定 不過你會發現喔 打勾之後他幫你算出來 他在這個範圍裡面是站第11名 不過你如果按確定向下填滿 還是會出錯了 有沒有有的好像會名字會算出來 還有11名重複的為什麼 因為喔你會發現 這個範圍應該不能變動 M3到M40 可是喔你向下看一下 這邊被M41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只要向下填滿喔 他的規則是數字都會加1 那我們這個範圍不能加1啊 所以怎麼辦呢 還記得吧 怎麼讓他固定 還記得吧 在什麼 3的前面加什麼 加一個前的符號不就好了 OK 有沒有 意思說我等下向下填滿的時候 3不會加1 那40也不能加1 所以呢 在40前面加個前的符號 這樣就打個勾就可以了 好那你把他向下填滿喔 那理論上就會是正確的 所以 這邊的話呢 你會發現 下一個的話呢 也是 就是M3到M40 那只是這個層級變動 那這個範圍是沒有變動 所以他會 一樣是抓到 這個層級 在這個範圍裡面 他是排第四名的 那意思類推 這個是排第 第幾 所以其實如果你懂這個方法 算名次就很快 所以如果小學 國中高中老師 都會這個方法 馬上算出來 誰第一名 誰第二名 馬上就可以知道了 OK 那其他的話 當然你還可以再驗證一下 第一名就最高分 87.3分 第2名 86點 應該理論上沒有問題 OK 所以今天的 這個 練習大概就是把 這個工作表 先把它做完 然後並且 請各位注意把它存檔 那今天的作業就是 繳交這個 練習題就可以了 OK啦 畫面還給各位 那一樣呢 每一次上課呢 我會在POLO上 開個作業區 那你們就把今天的這個練習 把它繳交 並且 最好是可以存在你自己的隨身碟 因為下個禮拜 還要再講VBA的部分